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 成品生活今年光是书店的业绩 年成长就超过了8%以上 到访的人次更是突破了1.44亿 还跨足了旅馆业 营运后渴望是增添了集团的获利动能了 台湾持续也展跌 明年将全力布局中国视察 一站上台眼神专注 充满气势 成品总经理李介修出新年中介面会 和媒体们分享今年成果 目前台港已经拥有44家分店 高达1.44亿人次造访 台湾不仅拓展4家新店 还改装6家门市 那这些也都代表成品 不只是在海外 成品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 都会持续的秉持 我们的核心价值跟经营里面 来同步的推进 成品生11月营收2.73亿元 年成长百分之0.18 书店今年成长动能强劲 在台湾流通至少有850万本书籍 已传承和创新为集团终止 前11个月营收31.67亿 年增率达到百分之2.31 当场则受惠于零售业景气复苏 今年成长渴望有百分之4.5到百分之5的水准 成长率应该是有机会超过8个percent 明年我们原则上也继续像今年这样子的 开店跟展店的这个脚步 所以大致上三到四个台湾三到四个新的开店 然后还有接近大概五六个点要改装 所以跟今年的那个数量差不多 今年跨足旅馆市场成品行律在12月中式营运 明年积极布局中国市场是集团的关键年 包括中国苏州店和上海店将在二三季开出 香港渴望开出第二间店 全力冲刺海外市场 戴军影城届委台北报道